很开心,会长,操办会长,工会会长,还有中医师,农医师的邀请,这次我来到这一边,东马来做这一个讲座跟议诊。 这两天的议诊中呢,我的体会是,很多这边的女性都有一些不应证的问题,或者是更年期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的议诊,真来的恰恰好,而且那个反应十分好。 好,现在我先讲述一下,告诉大家我的简介,我在西马的一些我的医学背景。 我现在是在黑龙江中央大学读着我的硕士,而明年就会毕业。 一般上呢,都是以女性的疾病,来治疗。 除此之外呢,我也是专注于营养,营养调配,产前产后护理的一些保养。 所以我的临床上呢,一般都是女性为主。 这个原本是有一个villiquid的,但是过不到,所以我们就跳过这一栏。 什么是不愈,不运症呢? 不愈症一般上呢,是讲述是女性的问题比较多,而不愈症呢,就是以男性的精子为主要的障碍一些问题所产生的不愈症。 那不愈不运症呢,大约是影响到我们一般的那个夫妻之间的他们那个家庭计划,大约有30%左右。 而我看这几天我在这儿,虽然说这边的土族比较多,但是我发现原来土族也很多是有这个不运症的问题。 所以昨天到今天,我们看了接近100个病人,就是我督科,看了100个病人就说一般上就是有不运症的问题。 所以这边问题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西马,也影响到很多东马这边的人口的那个发展啊。 所以我也不清楚,大约你们这一边,其实在医院里面做那些私医治疗,或者是我们说的死管婴儿的问题多不多,但是在我们的西马是绝对是很多的。 尤其是现在的一些刚结婚的,年龄尤其是在28到35,或者是到40亿岁以上的不运症是蛮严重的,在我们的西马。 因为在西马我们所知道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嘛,而且中心的家庭也很多,所以不运症就很直接的影响到情绪上的一些问题,而且家庭的一些问题导致不运。 我们再看一下,生育问题原因的寻找,其实一定要包括双夫妻一两之间,不只是女性,男性在临床上其实渐渐的增加了,就好像我临床上看很多,十对夫妻,其实有五对以上也是跟男性很大的关系,不只是女性。 之前可能十年前,我们父母亲的年代可能是女性的比较多,但是现在男性的因为我们的工作方面,通常都是对着很多的电脑,或者是一些科技上的一些隐喻的男性,不运症其实也慢慢的提高了。 什么叫女性不运症?就是两年未采取任何的避免措施,性生活正常,而没有成功认诚。 然后分别有二,原发性不运跟趋发性不运,原发性不运的就是,它原本就是不能够怀孕,趋发性就是可能生了一两胎之后不能够怀孕,就是这两个的区别。 女性不运症有什么原因?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可以联想到吗?不运症,可以给一些答案吗?台下很冷清啊。想到吗?有什么原因? 对不起咱们?好像是现在的女性不运症? 吗?吃太多了。我们的饮食不当了。对吗?冰冷过多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呢? 师姐们参与一下 大家互动一下 这样比较精彩 怎么演讲 听到的掉头十分钟 你们就走光了 好吧 其实不认证 是其中一个原因 这只是其中一些原因 导致不认证 然后我们看一下 婚前做过人工流产的 很多是因为还年轻 我什么都不在乎 我现在就是不要小孩 不管任何东西 我就不要了 就做了人工流产 其中一个原因 当他们真的要的时候 已经没了 过了高峰黄金时间 所以很多 其实我们身体 一个畅常是永远是有一个疤痕的 一次的人流就有在子宫里面存略的一个疤痕 所以逐渐变成的那个血块 而且是那个 那个疤痕呢 会导致以后那个精子跟卵子 早长的时候会有一些限制 而且会有一些伤害的 到时候就容易变成了流产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然后妇科指 比如妇科炎症 腾腔炎 子宫发炎 妖刀炎其实也是会导致不验症的 子宫肌瘤我们知道的 子宫肌瘤有血流啊 水流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 Fibrosis Anterboritis 还有很多那些 子宫不应该生存的一些东西 它存在了 所以它就是有一些 不存在的东西 血液不循环的原因 导致成长的这一些肌瘤 肉流血流的问题啊 还有压力过大导致内蜂蜜失调 在很久以前呢 其实我们人类 女性是知道 我们的排卵期的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通过什么东西来知道我们排卵期啊 去法麻西 我今天有没有排卵 有没有试过 其实这都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在很久以前呢 我们是可以知道我们几时是排卵期 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过多 思想太过活跃 导致我们忽略了身体的一些症状 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几时排卵了 而且 工作压力过多导致我们的那个思维混乱 导致那个后我们失调混乱 所以我们的排卵期也就开始混乱了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啊 还有减肥 不予追求受伤导致身体的脂肪平衡失调 我临床上呢 20岁至30岁之中的女性 都会有必定的问题 那就会导致以后 他们有不孕症的一些临床上的问题 20岁嘛 我正在很年轻 我什么都要瘦对不对 穿衣服也要瘦什么都要瘦 其实呢很直接导致我们的子宫暖潮 提早老化 到他们真正要怀孕的时候呢 已经老化了 过了 所以已经不再活跃了 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不孕症的问题 而男性不育症呢 我在这次讲座呢 会偏讲语比较注重讲我们的女性不孕症比较多 但是就略过一下 男性不孕症的原因 在夫妻同居未采取避孕措施两年以上 而没有生育者 而女方检查正常 男方检查异常 分裂也是跟 不孕症的女性一样 就是远发性不孕症 跟虚发性不孕 那不孕症一般上都是跟我们的精子很大的关系 精子是最主要的原料嘛 除了精子 不可能就是怀孕了 对不对 所以 很多现在男性呢 都有精子 少量啊 或者是 质量不好 这都是一些不育症的原因 看一下 那我们就看一下 男性一般上我们就说 哎呀很多应酬啊 我今天不回家 我要喝酒啊 你别管那么多了 今天我就是不要回家 这些都是一个生活 习惯的改变 导致精子的数量降低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能后面看到不大家清楚 就是 男性不良习惯 导致补义更多 而最主要的原因是 以上的因素会影响 精子的质量 首先是那个经常熬夜 十一点该睡觉 不睡觉 还是两点啊 三点才睡觉 导致我们的肝脏 湿热 然后过大的精神压力 钱不够用啊 是不是啊 在场的每一位 是钱不够用啊 够用吗 好再来 就是 去太多的那个 上拿 上拿 体温过高 导致精觉 杀害 增加高 所以会杀害了很多精虫 不能够太热的环境 经常 然后还有 过量的烟酒 烟酒另外句话是什么呢 研究研究嘛 对不对 今天研究这样 明天又研究另外一样 就是烟酒 烟酒 还有就是 很多的那个精神压力 我们刚才说了 为什么那么多精神压力 现在的人 口口想过 精神压力为何那么高 追求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生活压力 社会的不同 不停的进步 我们就不停的加 上很多的负担了 在我们生活中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不认证 我又不认证 我们该怎么办呢 就是关门两个人一起哭 每个晚上 我该怎么办呢 找婆婆也不能 找爸爸也不能 首先 当然是很紧张 刚结婚的那两年 每个人都希望 一结婚 就有孩子了 就觉得 哎呀很奇怪 我又有了 你又有了 怎么 其他人都有了 我们还是没有呢 其实有几个 一样东西 我们必须 要 清楚知道一下 如果你发现自己 两年内都没有 怀孕的话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一些方案 以下的一些 我的分享 首先 双方检验 但是以南方为主 为什么是南方先做呢 因为sqlm test 我记得几年前做是 50块马币吧 一个sqlm test 就是 精子检验 如果是女方做的话要100块 那是不是很容易啊 男子做一个检查 只是50块就知道了 精子的检验 现在可能要100块了 OK 先做一个男子的精子检验 然后呢全身检查 生育系统检验 经验分析和 检查 一般上呢我看过 精子 如果一般 100%例来 做一个 比 譬如的话 100% 4%存活的 都可以生孩子 2%存活的 也有可以生孩子 所以也不一定 但是也有全军 全军覆没的 有头没尾的 有尾没头的 都有很多的 所以先排除 是不是男子的精子的问题 如果是男子精子的问题 那就别太浪费精力了 在浪费精力心前去做一些什么 试广义和这类的一些 那些是耗尘耗力耗尘 是很浪费时间的一些治疗 所以精子是首要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关键 一个检查 然后呢 如果检查 精子没问题 我是A grade的老婆 没关系 我是A grade的 肯定没问题了 之后才做一个女方的检查 女方的检查 最主要是我们的 卵子 卵子的质量 卵子的 成熟度 每一个月他都会摆出来 然后他的 酥卵管 是否有阻塞 这些都很重要 我们一起 说知道的就是 酥卵管很多都是 研磨 干粘 就是粘在一起 所以酥卵管就变成 阻塞 他就能够将那个软水槽出去 免疫因素检查 还有那些其他的 都是因西医的那些 我就不多讲了 检查后 要怎么样呢 估计 先生没什么问题 可能只是精子有一点稍微的一点 不完美 而女方的可能子宫 或者子宫先天性确限 还是怎么样的一些因素 我们就要考量一下 我们要做怎么样的治疗 我们去考量的是 双方身体状况 刚才我说了 如果是太严重的话 或者是完全是缺陷的话 就不要 可能就要排除一些 我们就要考虑一些更好的方案 就说不要造好运的 好像地中海停血症的一些病患 其实是不鼓励好运的 我临床上见了很多 也有很幸运的 真的是好运的 但是很多也不幸运的 做人工流产 做了四次 因为孩子胚胎 不完整 而且不完美 是重症的患者 所以如果生出来的话 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败败 所以这些你们都必须考量一下 家庭经济条件 是每个人都不担责 一些 比较昂贵的治疗吗 或者一些 很需要高科技的一些治疗吗 你们的夫妻之间的一些经济能力 你们要考量一下 还有 对治疗的接受程度 因为有些治疗呢 是一个很大的 创伤性的一些治疗 而且在心灵上身体上会让我们 会有很大的后遗症 所以这些必须考量 双方必须沟通清楚 那我们应该选什么呢 是中医吗 西医吗 自然疗法吗 药山吗 还是我每天做挂骚我就会有的 有可能吗 所以这些我们必须深入的了解 每个治疗的好处 还有他的坏处是在哪里 你们夫妻之间能够接受的程度又是怎么样 那当然我是中医师 我就站在中医那边看 中医是怎么治疗 不运症的优势 对不对 好 我们先看一下 中医是重视 整体观念 就说我们是一个人 我们分 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全身 不是说头痛就医头痛 我现在不运症 但是我还有很多可能 睡不着啊 可能我有睡眠问题呀 可能我的月经 很糟糕 可能一天来两次 一个月来两次 或者是 几个月的我来一次 这就是一个整体观念 不只是说我要 现在我要生孩子 意思你必须帮我 无论如何 一定要让我 生到孩子 这都是一个不合理 以及不科学的方法 中医呢 是一个整体观念 是我们的身体 你是否 能够 你的身体是否可以准备 是否成熟 是否可以 接受这个 一个 怀孕的一个过程 是否 get ready everything get ready ok 然后 这些治疗 我们 我们所知道 中医除了 开放 还针灸 态灸 挂沙 草药育 还有很多的一些 辅助医疗 可以帮助我们 达到一些血循环 并且保持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方法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全面的方法 然后 中医的副作用比较低 中药真的没有毒吗 中药就是万能吗 烦药都是有三分毒嘛 所以任何的东西吃太多也不行 虽然我们说是中医啊 其实有很多也是有很多的副作用的 所以大家都要很小心 并且真的要找一个 你们可以信赖 并且真的可靠的一些意识来帮助你们做临床上的一些治疗 收费平民化 在马来西亚中医的收费还算是很平民化 如果是在国外可能是中国或者是香港的话 那个收费是十分不贵的 所以在马来西亚我们 很有福报还可以那么便宜的方式 那么清明的方式来治疗 而且保健 治疗过程比较人性化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针灸是一个小创伤大治疗的一个方法 如果是比起其他的不运症的一些治疗 中医算是一个 没什么碰触 而且是比较注重 遗憾与医者之间的沟通 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是比较人性化的 刚好说中医治疗不印证的一些选项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一下 中医配方就是今天我们做了两片的医诊 我们所开的方 就是中医配方 针灸 我这两片也针灸了不少人 所以那些治疗的反应跟方法 其实真的是很管用 不一定是说治疗不印不印证 还有一些保健上的一些知识 保健上的一些疗效 所以按摩 我们有医师说这个推拿的 枕骨的 这是中医的其中一个部分 还有耳穴 耳穴是在本地可能比较少 而且没有那么普遍 耳穴治疗也是其中一个方法 挂沙我们知道的 哎呀今天上火了 怎么样了 去挂一挂 让自己舒服一点好 睡一点好 挂沙其中一个方法 药膳调配 那个是以那个 药材 补汤 做补汤 或者是一些 平时我们可以在家里准备的一些药膳 山药啊 吉指煲汤啊 党参汤啊 四菌子汤啊 这些都是一些药商 这些药药泡育 马来西亚会比较少 在中国可能会比较多 不好意思 中医将女性的不印证 分类了 几个四大分类 第一呢我们看一下 圣虚 听很多 香港人就说 神坏啊 干嘛神坏啊 医生也包含了 让我闪坏了 其实不是 神亏那么严重 圣虚有分三种 圣天虚 圣阳虚 跟圣阴虚 所以我只是以一个 龙统一个general 大院方式的圣虚 肝心育节呢 一般上是我们指的是女性 肝心育节 可能他精神压力过大 而且心里的 输解 输解方式 不完善 所以就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 这个呢 这个呢 育育之夜包含 是一些我们可能 子宫内有一些女性 他们那个圈 虚幻不好 所以导致 一些可能 看不见有的草物 在这里头一楼 雪块啊 或者子宫 一楼之类的东西 蚕食内组呢 一般上我们所看到的都是 体质比较虚胖的一些女性比较多 最主要就是四大 四大分类 而西医诊断的不孕症呢 我们可以上一下 就蚕卵 障碍性不孕 苏软 阻塞性不孕 月经不调 等等 这些西医的名字 听了都很吓人了 对不对 其实呢 这些 没对没错 大家的诊疗方式不一样而已 什么叫声虚啊 就是这三类 肾气虚症 肾羊虚症 还有声音虚症 好 病医是什么原因呢 长期的 喜欢喝 饮料是冰冷的 吃东西是生冷的 吃东西是辛辣的 导致那个我们的 最主要的那个 消货系统 受到影响 OK好 扑式高楼 我们 空调太冷了 我的那些朋友说 你们的空调太冷了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每一天都这么跟我说 我们的空调 调得太低了 所以导致寒事入骨 然后早上 也不理什么样 吞跑出去 吃东西呀怎么样 很夜睡觉 我今天我韩局还没有看呢 还有两集 最急的局 夜睡了 OK 很少有运动 是不是 你记得几十运动过吗 有吗 都没有 因为这些的长期的生活习惯 导致我们的生气 男生气 硬不足 变成了气虚 阳虚 血虚的干性 临床的阳线呢 持 九九个肤 好运 郁静不调或持 然后尽量少 腰稀无力 就是腰跟腿没力 还有业料很多 这是我们的生虚的一个部分 肝气欲绝 很多人联想不到 我怎么可能跟那个肝 结在一起呢 我的气 不可能吧 什么原因呢 过多疲劳 情绪不畅 今天老板要我开工加班 到12点 我宝宝怎么样 或者是我的先生怎么看 死定今晚 一定给脸做我看 反脸 这些都是一些我们 很难适应的一些 情绪上的一些问题 对生活过多要求 我今天买了一个 Gucci 明天我要买Prada 这个最过分的要求 但是当然 看个人的经济 关系一节 情绪不畅 这是我们的中医法语 所以你们可能不大明白 最主要都是那个气与血 血的不顺畅 因为情绪的原因 百质 症状如 酒婚不孕 月经来朝前或后 都有可能是因为干净的问题 尽量不多 多少不一 金钱 烦躁易路 是不是经常听说 女人来月四 你别烦我 我老婆一定来了 我这几天最好去山上避一避 别烦她 这都是一些症状 然后 鲁肝胀痛 有些妇女呢 连创内衣呢 都觉得很疼痛的 就是一些 干系欲绝的一些症状 精神抑郁 今天怎么啦 别烦我 我今天很刀 很刀 有两天时间 明天就好了 这些都是一些 抑郁的一些症状 然后呢 我们很明显的就是 那个左侧 肋骨有压痛感 压痛感 那个是我们的肝肌 这一边的这个部分 你大家可以检查一下 来大家互动一下 检查一下 站起来 我们这边 乳房下的 大约四五寸左右吧 这个部分压一下 是否有痛 左边的 左边 再上一点 先生 肋骨 肋骨 下两劫 按一下 是不是有点痛 那就是肝气欲绝的一些症状 如果没有的话 恭喜你 请坐下 你们都很好 然后请各位在每天刷牙的时候 去了刷牙 看电话 看看自己的舌头 伸出来 看一下 有没有鱼斑 有没有黑色的一点子 如果有的话 赶紧 还没有死 还没有死 没有到那个地位 没有到那个地步 赶紧去挂号 找一个医师看一下 调整一下 因为身体 他都医学 血液循环不好 就是因为气急不抗 导致的血液循环不好 我们下 医治包工 就是我们的子宫 包工就是子宫 什么原因呢 吃太油腻了 无辣不欢 每一餐都无辣不欢 外伤 停血也会导致我们的淤血 少喝水 一天要喝 2000毫升的水 每个人都搬到吗 可以吗 可以吗 是8杯水吗 马来西亚人是8杯水吗 我本身是喝 3公升吧 每一天喝3公升的水 然后运动 如果 你们在座每一位想长寿 美丽健康 请你们运动 如果你们的细胞不活跃的话 就起早老化 这是一个宗教 然后原因呢 就是雨血停在我们的子宫 所以当如果你受孕的话 子宫那个胚胎也会因为雨血 而 导致流场 跑出出去 所以是不是白费心急 这是一个很精神创伤的一个伤害 有了怀孕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外来种种的原因 身体没赔条例 而且 生活习惯的原因导致我们的雨血停在子宫 所以变成了流场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问题 我临床上见太多了流场 而我自己医治上 可能10例 有9例是成功被挽救回了一些 人工流场的问题 我临床上可能 10次 有9次我是成功 保住安排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不简单的一个任务 可以失眠 等着那个病患的电话 我的 有没有还没有止血啊 有没有流血 还在流血 所以这些都是医师的一些压抑 跟责任 所以我觉得中医是很人性化的 没可能 中医会与你同步啊 我觉得 这是我的一下来的临床 都是这么做的 所以我会关心 时时关心 每一天都会问他们 今天有没有流血啊 不稳的一些患者 然后医生做了那个检查之后 怎么样啊 心跳可以吗 他说可以好 再安排 按到12个周 然后就慢慢的慢慢的 再做一些 调理 让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生长 好 临床的症状呢 当然就是 结了婚两年以上都不能够 法院啊 然后月经多大多数都是 退后 而且周期是正常的 有不痛 因为有血管 所以不痛 确实也是解暗的 因为他的寒气太多了 然后排卵期有少量出血 什么叫排卵期少量出血 如果是我们月经的第1天算起 之后的14天到18天会流血 那是金监期初血 所以在排卵期的时候 他流血 这是其中一个 雨血 我们那个 郁子包装的其中一个症状 团舍内组 看一个图片 这是瘦还是胖 胖吧 是胖碌碌的 一般上都是团舍比较多 吃很多的那些 含湿量很高的食物 叶浆 饭 喝冰 还有什么比较湿的 是水果 水果过多含量的有些 会多一些 糖湿的问题 然后最主要的原因 冰衣是什么呢 喜欢喝冷的 很晚洗澡 是空调过的 这些都是 很普遍的 从刚才开始到现在 都是说这些精英 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 导致起草不同的 根据不同的体质 导致不同的原因 然后我们的 定义分析 这些 生活习惯 所以变成了 这一系列的 原因 脾胃 瘦手 虚弱 水色 南化 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淋巴 阻塞也是其中一个 水色南化的一个症状 淋巴阻塞怎么去检查呢 自己 躺下来 找一个人 在你背后 从我们的 竹根 一直按 按着上 往我们的 臀部上 如果有一些声音 哒哒哒哒哒哒哒 那些就是淋巴阻塞 或者是 好像我们 下飞机不唱 嘎嘎嘎嘎 那个也是淋巴阻塞 而且这样类型的 体型的人 女士呢 一般上都会有那个 托胃脑茶综合症 这个就是很 很典型的一些 症状 那那些无欲症 无欲症又怎么样呢 也是分回三大类 你是神虚呀 有血滚落 受热下注 那心理整症是什么呢 无精子症 怎么可能无精子呢 有些是因为先天性的问题呀 然后就是 精子少 死精症 100 100个精子 比例100 100死掉的 都有很多 美意性不育 有些是因为我们的经错经脉驱张 导致他阻塞不能够 排出来 不能够射击一些问题 身虚 刚才我们说了 女性有身虚 男性 也有 最常见的身虚表现 是腰痛 所以我们说 男性都是要补腰嘛 女性要补肝血 腰痛是 最主要的那个 最明显的 是临床症状 原因是什么呢 防劳过度 年轻人 血气 防肛 防劳过度 生活压力过大 妈妈 爸爸 老婆 或者是 女朋友 太太 多方面的压力 也是喜欢 因为喜欢那个 喝冷 冰层 然后病院分析 肾气 或肾阳 生意不足 早就气虚 只是走一个楼上 已经不行了 要坐了一会 头晕 手抖 气虚 阳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湿湿冰冷 这是阳虚的一个表现 血虚 脸色黄 脸色暗淡 也是血虚其中一个 红红点形 这些 我们的症状 看到的症状 腰冷 什么叫腰冷 只是将你的手放在后面 试一下 是冷还是热的 就知道了 就是那么简单 你可表现是 我们说的早些 视经障碍 不举 腰膝无力 叶料等等 请问大家 哪一个中了多少 有吗 不敢出身 没有 全部都很好 包身十胎 下一个 鱼血酒肉 经常坐着不动 我们不是有喝水的习惯吗 水草 吸水管喝草 喝喝水 如果折了一半 吃着水很难过 吸不上来 跟我们一样 我们经常坐着 这个水也不燥 所以每天的运动 刺激我们的吸水管 那个活动 外伤 看下 病理混击疑 有外屎 外伤屎 可能撞车 可能小时候 从树下跌下来 我们这边普遍 然后先天性的 这些都是异常 都是先天性的 临床表现 新功能疼痛 有硬快 这个你们必须去西医检查 中医是 这最主要是以西医检查为桌标准 然后早些已经等等这些男性的一些问题 吃了下注 过度喝酒 酒 是如果是啤酒就是恒性的 如果是烈酒的话就是热性的 而我们的 生活习惯还有天气 是湿 比较多 因为我们经常下雨 一会儿 下雨 一会儿 太阳高高 所以变成了身体里面热 外面又湿 所以长期以来你再加上喝酒的话 那就变成了湿热 湿热是很容易看的 就是看我们的射头 射头一伸出来 甚至就是射头 是红色的 但是白色的那一层 是很厚的白色 那就是湿热 所以会觉得身体很困重 每天都好像 停不起劲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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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上班可以吗 尤其是 所以生活方式 越年 也导致我们的 甘火旺症 加上女神不条 就是湿热下注 但会直接影响 我们的精子质量 那如何分辨自己的症状 可否想过 长了一大堆 我不懂 就懂的一些 资料 怎么分辨呢 大家 我就以一些 比较简单的方式 大家来看一下 杨虚 杨虚 阳 阴跟阳 阳虚就是不够阳气 那是什么症状 怕冷 首先一定要怕冷 湿漆冷 腰不冷 看他就好像一个 一条活生生的冰 冰 雪条 站在那边走来走去 那边是很冷的 常有 不屑 肚不凉 今天便秘 明天又拉肚子 今天吃海鲜 明天吃榴莲 一下子便秘 一下子不屑 食欲茶 这是一些 你们可以在家里做的一些保健 首先 注意保暖 那么热怎么保暖的意思 马来西亚那么热怎么保暖的 穿衣服穿长一点 不要那么厚了 就行了 然后 千万别穿那么短的衣服 女士 不要露出你们肚脐 肚脐 室内穿袜子 怎么穿的 意思 没穿袜子 不可行 再去穿拖鞋吧 好不好 穿鞋就可以了嘛 空调 你们调多少度呢 空调在家 30度 等于没开 还有 多少度 17度的有没有 谁在家 开17度 那个肯定是时日 29度的 我姐姐说了 我今天是开29度的 然后开